親愛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我們新年的第一個主日 要跟大家說新年快樂 在今天呢 我們要分享一個 這一節算是一個很 也不長的故事 但是它是一個很 讓我們覺得 欸 是一個很特別的故事 今天在我們樓下是會長救人士 所有各團系的會長都會在今天 在救人 那在我們樓上 我們雖然沒有會長救人 但是我們要想一件事情 我們的生命要如何影響別人 成為別人的祝福 在今天呢 還沒有分享之前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我們在幼稚園 可能就有聽過了 叫做老鼠跟獅子的故事 這個故事裡面寫的什麼呢 就是啊 在一個森林裡 有一隻大獅子跟一隻小老鼠 那這一隻老鼠呢 在獅子在睡覺的時候呢 他就去捉弄牠 然後獅子就做了什麼事情 來壓住 你這隻小老鼠 你竟然敢這樣捉弄我 你不怕我吃了你呢 哇 這隻小老鼠怎麼辦 啊 你不要吃我 你不要吃我 所以呢大獅子就怎麼樣 放了牠一馬 過沒多久呢 這個大獅子怎麼樣 哇 獵人看到大獅子耶 趕快抓回去動物園 他呢 就把牠抓起來 用網子 那這下怎麼辦 我們看到這個故事 我們就知道 後面呢 老鼠呢 就看到大獅子被咬的時候 它就想說啊 大獅子之前放了我 一馬 我去救救牠好了 所以呢 它就一條一條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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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小老鼠就抱起來 然後這隻獅子平安無事 小老鼠也平安無事 這個故事其實可以套到我們今天的經文裡面 套到我們今天的經文裡面 看似很柔弱的一隻小老鼠 可是它卻是可以拯救一隻大獅子 大獅子它在整個森林裡面 它是什麼樣的? 萬獸之望 它是萬獸之望 但是這麼強的獅子一定是最強嗎? 一定是最強嗎? 其實沒有 獅子真的是天下無你嗎? 其實沒有 所以我們知道今天這隻小老鼠 在牠的生命裡面發揮了一個影響力 是牠救了這隻獅子 是牠救了這隻獅子 所以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有沒有成為一個影響力的人 我們有沒有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今天我們有抓住機會馬上去影響我們身邊的人嗎? 我們有抓住機會馬上去影響我們身邊的人嗎? 1月1號已經過去了 2013也已經過去了 在2013你想一下 你是不是是什麼時尚的AA咖 還是你是什麼幫忙的AA咖 還是你是什麼的AA咖 2013 2014 在2014年過了新的一年 新的開始 你有什麼新的立志 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可以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你可以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當我們查好聖經中信心的人物的時候 有一個人是不能忽略的 就是今天我們所讀的這個小女子 聖經裡面用多少經節記載他的故事 大概三節 這個今天我們唸了這麼長的一段經節 我們就只出現幾次 大概三節 大概三節 所以我們知道 在聖經裡面他告訴我們 他叫什麼名字 他是沒有名字的 他只是叫做小女子 他是沒有名字的 但是 他卻影響了一個人 他卻影響了一個人 他只是被一個 他只是一個被辱的小女子 但是 他影響了一個人 他影響了一個人 還有一個人 除了這個小女子以外 其實你今天還有看到一個人嗎 他只用了大概一節 就是那個仆人 聖經裡面用了兩個很小的人 影響了一個人 兩個看似很小的人 影響了一個人 所以神將不一樣的影響力 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神將不一樣的影響力 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只要我們相信自己 相信神 你可以發揮你的影響力 你可以發揮你的影響力 在今天我們要先來看看 乃曼他有什麼樣的生命的光景 這是乃曼 他是一個元帥 如果我們照今天的經文 我們知道他是亞蘭的元帥 他又是大人的勇士 他看似是一個什麼 很成功的人生 其實他這樣算是一個很成功的人 在經文呢 他說他是一個元帥 那他在他的主人面前呢 也是被看中的 他又是一個大人的勇士 但是在乃曼身上 有一些東西 是我們直接就可以看得見 那另外呢 有一些東西是我們看不見 有一些東西是我們看不見 所以我們知道乃曼他是一個很成功的人 套一句現在的用語 他應該是一個社會很高的人 而且呢 他背誦出眾 極受肯定 專業能力很強 業績又長紅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是一個很成功的人 只是 只是在他的生命中 有一個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經文怎麼說 只是他長了大麻風 只是他長了大麻風 所以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有可以被看見的 也有被看見的 在乃曼的生命當中 如果沒有這一句 只是他長了大麻風 他的人生多麼的完美 如果沒有這一句話 他的人生感覺 倍受羨慕 如果呢是我 我好像這樣也一定是最棒的 只是他長了大麻風 我們知道當時在大麻風 當你得了大麻風 你在那一群人裡面 你就是被看清了 因為是不能受医治 是不能受医治 所以他們只要一長了大麻風 他們就要做一件事情 趕快躲起來 不然會怎麼樣 大家都會討厭他 大家都會討厭他 大家看到他就哎呦 他好噁心喔 親愛的弟兄姊妹 哪一半他生活在這樣的一個世代裡面 只是他長了大麻風 所以為什麼他別人看不見他長大麻風 因為他穿了很華麗的衣服 他把自己掩飾得很好 他把他不願意被人家看見的 不潔淨的 他覺得羞虎的 他覺得他必須要隱藏的 他隱藏的好不好 他隱藏的很好 他的生命裡面 他把他不想被人家看到的 全部都遮起來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不想被人家看到 你有沒有覺得 啊那不行告訴別人 啊那怎麼樣 在乃曼的生命裡面 他得了一個沒有辦法抑制的病 他把他遮眼的很好 他用許多不為人知的一面 所以當我們思想一下 其實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有時候我們跟乃曼一樣 我們時常也活在那個指示裡面 指示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當乃曼知道他得了絕症的時候 他很不快樂 他很不快樂 他也不知道他應該要做什麼 他只想要怎麼樣趕快得著醫治 親愛的弟兄姊妹 如果沒有這個小女子跟這位仆人的話 你可以思想 你可以想想看 在乃曼的生命當中 他會怎麼樣 慢慢的就對這世間絕望了 慢慢的他就覺得 他的人生沒有盼望 因為他的生命裡面 有一件事情一直放在他的心中 甚至影響他的身體健康 甚至影響到他的身體健康 所以如果他不解決 不去掉這個問題的話 在他的生命裡面 他會活得非常的辛苦 就如同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很多人 很多夫妻 當你看起來 他們是很成功的 只是回家呢 什麼東西都飛在天上 所以我們知道 有時候很多東西 我們看別人的表面都覺得 哇他真是太棒了 可是其實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在我們身邊的人 有很多人 他們也活在這個指示的痛苦裡面 他們也活在這個指示的痛苦裡面 當你要介紹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就很清楚了 你可以介紹這個人 他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只是他的脾氣很好 他是一個很好的媽媽 只是他們家不怎麼乾淨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跟乃曼一樣 有這個指示 有這個指示 所以今天 神就拣選了其中的人 就拣選了一個很 很神奇的一個小女子來解決 這個成功者不能說的秘密 他不會說的秘密 今天你有沒有辦法成為 幫助一個成功者 或者是幫助你身邊的一個人 去把他生命中這個去掉 把他生命中這個 讓他覺得痛苦 覺得難過的事情去掉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變成這個小女子 上帝簡訊一個柔弱的女子 完成她的計畫 完成她的計畫 這個小女子呢 她只是一個被辱的人 但是她知道把握她的機會 她一聽到 乃曼得的大麻蜂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可以揣摩一下她的角色 一個被辱的小女子 又是到了人家去幫助別人 當她聽到她的 服侍的太太的主人 得到大麻蜂 她會怎麼想 啊!這是太好了 說不定過沒多久 我就陪回以色列 如果你是這個小女子 你會怎麼想 這個小女子 她沒有這樣想 她心裡只有想到 我可以怎麼幫助這個人 所以她跟她的主母說一件事 她跟她的太太說一件事 幫不得我的主人 去見撒瑪利亞的先知 必能治好她的大麻蜂 這個小女子去實行了 一個很棒的建議 告訴她 你們要去找撒瑪利亞的先知 她必能醫治好我們的主人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她能夠把人生的轉機 她能夠把握這個機會 讓乃曼得到這個人生的改變 她跟誰一樣 她跟約瑟一樣 其實約瑟被她的哥哥抓去的時候 被賣到愛情的時候 看起來是怎麼樣 很可憐 可是 約瑟一樣把握神給她的機會 但以理呢 當他們沒有辦法在那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祷告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在那邊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的時候 她還是每天迫切地禱告 她還是抓住神給她的機會 透過這個機會把福音傳揚出去 所以聖經裡面沒有記載這個小女子的名字 也沒有記載那個仆人的名字 但是他們卻發揮了最大的影響力 所以 這麼小的一個人 就跟我們上禮拜 講的一個人 叫做陳書曲 她一樣很小 可是她可以幫助別人 聖經裡面的皇后以絲鐵 她也只是一個皇后啊 但是 她也發揮了她最大的影響力 她也發揮了她最大的影響力 所以 今天聖經把這個人物記錄下來 把她說的話語記錄下來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鼓勵是 當我們覺得我們自己不行 好像看起來很小 也沒什麼影響性 啊我可能只是一個很小的員工 我只是可能 在家裡一個小朋友 我只是在學校 好像也只是什麼幹部都沒當 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 但是當你看見別人的需要 你把握住這個機會的時候 你卻可以成為別人的幫助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大或者是小 不管你年紀多大 不管你年紀多小 你都要把握神給你的這個機會 你都要把握神給你的機會 別讓機會錯過你 別讓機會錯過你 當你只要有一顆願意的心 你需要有權柄嗎 你需要有什麼 好的 一定要做什麼事情嗎 其實你都不用 只要你有一顆願意的心 你主動去觀察 它有什麼需要 去留意別人 有什麼需要 你去幫助它 你就可以發現 它會慢慢的改變 它會慢慢的改變 但是我們知道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你一定會遇到一個人是 不管你說什麼 他都不聽 不管你說什麼 你做什麼 你請他的太太去影響他 我告訴你 他會聽嗎 不會 生命中有沒有這種人 有 可是我告訴你怎麼辦 沒關係 因為神會在拆派一個人去影響他 奶慢 奶慢 當他 告訴 奶慢 當他 那個小女子告訴他說 欸 你去找 先知 他有沒有去 有 當他去找到先知的時候 先知告訴他 你要去洗澡 他想不想去 他馬上就 我為什麼要去 他馬上就拒絕 在他生命可以得到改變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事情是 我不要 可是 之後又發生了一件事情是 他的仆人告訴他說 先知叫你做一件大事 你都去做了 這一件去洗澡的小事 你為什麼不要試看看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當你去傳講福音的時候 你發現 告訴他的時候 他不要 那你可以做什麼 其實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因為 神會在拆派一個人來協助你 神會在拆派一個人來協助你 今天我們看見很成功的人 奶慢 但是他又如何 今天總統又如何 CEO又如何 董事長又如何 在他們的生命裡面 有很多 跟我們一樣直視的問題 你怎麼可以成為他們 你能怎麼成為他們的幫助 這是今天神在這段經文裡面 要提醒我們 你如何在你的生命當中 發揮你的影響性 發揮你的影響性 所以 我們不管做什麼事情 你一定要記得 盡心為主傳福音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所做的一切 神都沒有虧欠你 而且他會幫你成就一切 所有你為他祷告的事情 你想為神做的一切 神都會幫你成就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一個經驗 就是很多我們記得的故事 很多讓我們覺得感動的故事 都是從我們小時候聽來的 你小時候可能記得很多故事 你有時候心情不好的時候 的只是一小小的一句話 一點點的安慰 就能讓你得到幫助 所以今天 神也要這樣使用我們每一個人 神也要這樣使用我們每一個人 最後要跟大家說的是 回到我們 回到我們的身上 在你的生命裡面有沒有指示的問題 一定有 但是你怎麼面對這個指示的問題 順服 順服 乃曼做了一件事情 最後他選擇順服 他最後選擇了順服 當他要尋求醫治的時候 其實他帶了一件事情 是他的狂傲 跟他自己的想法來 他說 為什麼我要去那裡洗 我可以去比較乾淨的河 那裡就不能洗嗎 那裡就不能洗 他帶著他自己的想法 這就跟尼克蒂姆一樣 他問耶穌說 耶穌怎麼樣才能重生 是回到媽媽的肚子裡面嗎 他帶著他自己的想法 來到神的面前說 哎呀就應該是那樣啊 可是 這樣能使他得到醫治嗎 不行 他唯一能做的是 順服 他唯一能做的是順服 今天神比較愛奶媽嗎 沒有 而是他願意順服在神的面前 而是他願意順服在神的面前 今天我們要來唱一首歌 一首回應詩 我們會唱兩首 一首是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一首是我要順 親愛的弟兄姐妹 盼望我們在今天的回應詩裡面 我們可以思想一下 在我們的生命中 當我們遇到指示的時候 我們有把握住那個機會去傳揚福音嗎 當我們遇到我們自己的指示的時候 我們有順服在神的面前得到醫治嗎 我們有順服在神的面前得到醫治嗎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詩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當中 在我們的周報十五頁 祝祝你抱手 我的心 我的意願 使我 滿頭住進 你之一 我願 將你華語 伸長在我心 做入笑的花 成為我教前提的 歐主 受你堅固 我心情 我的力量 使我 對你勇敢 向前行 你 贏我 贏我 知道有時 我仍會 軟弱 求你 代理我 使我們 在 退縮 我需要 有 你在我生命中 好 好 我的神 學 你的 要事 使我 做成 為 你 所幸 的 安慮 是 我的神 做成 你 能夠 掌心 你 擁有 祝祝 你 保守 我的心 我的意願 是我 我 能夠 自信 你 指引 我 願 將你 話語 深藏 在 我心 中路上 的光 成為我 這些 地 等 求你 堅固 我 信心 我的力量 求你 堅固 我 信心 我的力量 是我 和你 勇敢 向全心 引我 時代 又是我 仍會 軟弱 求你 帶領我 使我 不會再 我們一起 一起 到處 我們前 不是要有你 到處 你 在我 生命中 好 讓我 一生 學 你的 仰式 是我 能 成 為你 掌心 的 地 地 是 我的 生命 能 為我 掌心 你 榮 在這首歌 他的第二節 他這樣說 主求你 經過我的信心 我的力量 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因為我知道 有時候我會亂落 親愛的聽眾姐妹 這一個歌詞 我相信在我們的生命 在我們的境遇 在我們傳呼音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遇到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沒有力量了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所傳的 他沒有聽到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可能 還沒有那個能力去做吧 它是歌詞裡面說 當有神來到我們的生命當中 你卻能夠成為 她所喜悅的兒女 彰顯她的榮耀 今天這位小女子 在她的生命裡面 我相信 她也一定 覺得她沒有辦法 但是 會彰顯她的榮耀 神卻彰顯她的榮耀 我們再次來唱這首歌 求神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讓我們成為 她的寶貝的兒女 求求祢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是我 能夠真心的旨意 我也 將祢化與生長在火星 捉入小明光 成為我將先的等 求求祢保守我的心 求祢堅固 我性心 ignoring我的力量 求祢堅固 我的力量 帥到我的力量 求祢担援我 是我不會再退縮 我需要用妳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能學妳的樣式 是我能成為妳相信愛的安定 所以今天的弟兄姐妹我們要來想第二件事情 那神問妳說在妳的生命裡面妳有指示的問題的時候 妳有沒有順活在神的面前 我相信在我們的內心當中真的有很多指示的問題是我們不敢告訴別人 甚至妳連妳身邊最親密的人 妳都沒有告訴祂說因為我指示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妳沒有告訴祂 但是神說當妳要拿掉妳這個指示的時候 妳有沒有順活在我的面前 妳有沒有順活在我的面前 我們要一起來唱我要順活因為我愛妳 什麼意思 耶穌基督 十字旁 耶穌基督 十字旁 是真情的美好 十字架 是我的荣誌 一生我割碎我 我要勝負 因為我愛我 我要勝負 因為我愛你 無論何處 到哪裡都中心 世界萬物 都掉去何處分 我要勝負 因為我愛你 無論何處 到哪裡都中心 世界萬物 都看見了怎麼模糊 賢給耶穌我所有的全部 親愛的弟兄姐妹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順服真的不簡單 特別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順服也不簡單 其實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要我們順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想法 就如同我們跟乃曼一樣 我們覺得 為什麼我一定要到越南河去 我就不能再另外那兩條惡法 為什麼我一定要這麼做 順服真的不簡單 但是 神說當你順服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生命得著改變 你會發現你應該得著醫治的 就得著醫治的 特別當我們在勞恕的時候 我們就跟順服一樣困難 因為我們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順服神的旨意 我為什麼要勞恕他 但是神說當你順服的時候 你得著改變 甚至你也祝福了那個人 所以順服不簡單 但是今天的歌詞告訴我們 無論到何處都衷心 因為世界萬物都看出笨土 為要得到耶穌基督 我們再用這一首歌 做為我們的禱告 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是祈報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萬的東亞 一生都跟隨快樂 我要順服 因為我愛你 我要順服 因為我愛你 我要順服 因為我愛你 無論何處 到哪裡都衷心 世界萬物 都表情關注關注關注 我願要得到耶穌基督 我要順服 因為我愛你 我要順服 因為我愛你 無論何處 到哪裡都衷心 我要順服 給我們一生都能活出 耶穌基督的生活出 你的親人 或者是朋友 主耶穌 我們要來到你的面前 願你把小女子的信心加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願你把那仆人鼓勵人的話語那個恩賜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口中 交灌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主耶穌 求你憐憫我們 透過我們這個故事 讓我們再次知道 無論我們多麼微小 都要成為你福音的精兵 願你在今年度 在2014年的開始 把這個心字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 讓我們在年底的時候 能夠帶一個人來到耶穌基督你的面前 讓他能夠領受這個美好的福音 主耶穌 我們謝謝你 讓我們今天能夠領受你的話語 讓我們知道 你忠用我們每一個人 你看中我們每一個人 因為你的愛與我們同在 你的信心 你的恩典都充分的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中發揮出來 為的是 要我們的生命裡面 掌現你的榮耀 謝謝主耶穌 我們這樣禱告 都是奉耶穌基督聖明 阿妹